保利协任停牌七个月 4月1号开始停牌 over the weekend 就宣布了就会复牌 讲一点背景资料 就是期间其实恒指就跌了一成二 但是新能源股就是期间急升 公司在停牌期间就公布了一个中期和全年业绩 中期就是规短型的 亦都说原本因为停牌的时候 又因为他给了一些钱 是一间关联公司有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已经核实了 换了核素C之后就说这个不再是一个大问题了 现在看到两个情况 开市之前正在升七成一 去到三个四的水平 有大行在他开市之前已经发了报告 税信就说看四元 现在很尴尬了 你怎么预测它的走势呢 就是如果真的有货坐了七个月 不用预测了 怎么办 不用预测了 开出来三个四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跌眼镜 因为讲着搞这么久都回不了牌 担心这盘数有问题 而它交出来 其实我们主要是看中期业绩 盘数反而是更好 盘数是说债务问题 好像改善了很多 整个政府债比率下到 比行业更加之低的水平 那会不会没事 最坏事和意国 是有这句冲劲 我们讲近期最喜欢炒什么 就是炒最坏事和意国概念 保利协欣现在是全都遇到这些规定 所以你讲现在这样升上来 有货变得不是有烦恼 是在想什么时候走的烦恼 这些是比较轻一点的烦恼 这些烦恼比你在想起来 知不知这些 白货环球那些真的比较头痛 你待会再讲 一定要谈 你待会再讲 但是380这些案子 我们现在做一下功课 它由3月底那段时间停牌 这段时间 新能源股份有些很强势 有些弱势 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将380 和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发电 农源那些 台塘新能源那些 订在一起来说 但是如果你看新德纹 1799那些呢 1799新德纹那些 你那些订在一起来说 1799由它停牌 即是3月那时停的时候 1799在做12-13元左右 现在加倍了 升了是10元 所以你如果说 从一斤1799来走 380这个走势很合适 是 但是是不是所有做 太阳能的那些相关股份 又不是的 是 你说彩虹新能源438 是 3月底那段时间二十几元 到这一刻 都仍然是二十几元 是 所以是两极 但是其实我估计市场是 Groove再分分两类 有一些做大型的 大规模的 好像新德纹月 保利协阴 或者A股龙基上面 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半年真的很强势 是 我觉得一个分别的地方 就是公司的负责问题 仍然是由人有 但是问题是行业 市场仍然是乐观 可以卖很多多征硅出去 多征硅短线来说 未必会出现一个 产能过剩的状况 甚至他们的硅片 其实之前保利协阴 之前试过配股 集资 你又反过来想 已经肯有人肯去接 第二方面就是 他们会 那时配股集资 都说明是会重来做 一些叫做火粒龜 等等很多高端龜片的 相关产品在那里 公司不排除有个 很强烈的经验现金流 所以它跟那些 违日的内房不同 地方就是说 政策起码扶持 就是说可能有机会 慢慢还到责 慢慢还到责就是说 做到税信 4元的目标价 所以你有货 我觉得都应该 不需要这么心急走住 我想短线来说 你相反地 你慶幸去停牌 令到你可以成功捱住 你想想如果不停牌 这么多负面消息 你一定走了 那我不会主张 就是大家死赞 真的有问题 既然结果出到来 那我觉得无谓想 如果未来你很害怕的话 3元就做过止赞位 那假设你很高水平 拿了3元做止泄 假设你最高位拿了 你倒是输三成的 比你突然间没了一半 是 所以如果这一刻定一个 你问我的话 今天开市价 是充了上七成多 会回一成 高位会回一成 一定有机会 是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 站在三元楼上 都可以炸 因为问题是 公布出来的东西真的漂亮 是 但是你不要想着 就一定没事了 是 你说可能公布完的数目 但是最后核数师发现 过了半年之后又有问题 是 不知道的 这些你问我都不知道 计划打自己都不知道 是 所以你说到这个层面 就是说看你炸多重货 是 我想其实那个教训 就是告诉你 三八零零是一种很高风险的股份 是 但是 各国差符似 和行业龙头 未必真的差 不适合太大注 所以你说如果太大注 你又喜欢太阳能股份 趁它夹高上来就换马 分散投资 可能你又持有三八零零 又持有新特勒约 或者再加一持有三一三四 持有内地的农机 你分散了投资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 光复板块 或者这些环保主题上 老实说那句就 中长线是有投资价值的 是 所以你说的 我们就是说有货的 是有货的 就是烦我现在就没那么烦 是 所以回来 如果今次开价是两元 是 或者低开一成 我就更加头痛 你不知道走不走 有人估计六毫半的 所以你说的这一刻就 我觉得既然高开了上来 是 那代表着些什么 因为市场都受 正如你所说 因为大行都敢出报告 说真的有机会无私 你又无论跟市场对着干 是 我觉得短线来说 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去买 我宁愿买新特林圆 那些会比较好 但是其实 如果用它公布出来的财务数字 是 它的数字比新特林圆更漂亮 比新特林圆更好 它的淨负债水平比新特林圆更加低 新特林圆随时有机会 还有一些配股风险在多 是 但是问题就是盘数出过市 是 我又不担保下次会不会出市 所以你说的 我想教训就是 买这只股票你不要带着 是 你万一有什么事情起来 你都起码说 Total loss 你都不要太大传商 所以你说保利协欣 是一只很高风险的股票 但是现在市场看法 的确是正面的 是 很快回答 因为阿Kym来的 他最初都是负面的 他都不开心的 他说他三个月有货 他说宅住很久的 他说是否应该开始即卖呢 刚才你也回答了 要不要卖 看你买不重货 因为说其实 正常的 三个月持续 我们本身不会主张三个月持续 就算去到三月份的时间 我甚至叫你指示 那道理就一定是这样 但有时候我们觉得 你不听指示 那就看最新部署 不要想之前是否应该指示 那些东西过了就过去了 去到这一刻 主要是交出来的 那份财务报表是漂亮的 可能还有机会冲上去 是 住了这么久 当然先拿着 不用说 担心房子会落到两元的跌位 完全不同了 现在整份数字 整个数字执得漂亮一点 你现在唯一害怕的东西 就是说 执完盘数很漂亮 会不会是假的数字来的 会不会只是骗过auditor 你唯一是害怕这些 但是这些没人知道的 所有中资企业都会有机会面对着这些风险 所有企业都有机会面对的 你说做假数 或者auditor查不到 老实说 中资的风险的确是高一点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的估值便宜一点 给他折扣 这个是事实 但不代表高一点风险 不代表一定是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就执到这一刻 无谓突然间判死数 你打定输数 他一定有事 你走了 到时候冲了上去 你就会觉得更加不值 真的很害怕 就是三元做指示位做个风险 你三个二 到这一刻 输少了很多 我觉得 如果穿三元至此 都是输不少 是一成了底的 我觉得暂时 你已经预算了 股份了 所以就以收市价计 看看他能否收到三元这些位置 好 现在开始了事 继续在高开水平上上落落 那位见过三个半 好 好 好 你 好了